这是20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欧盟峰会 英国广播公司20号这样形容此次峰会 在峰会上 节俭四国 荷兰 丹麦 瑞典和奥地利反对无偿拨款 并要求将援助款项与改革承诺挂钩 但以意大利为首的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 则主张维持7500亿欧元的资金规模 希望其中用于无偿拨款的部分不少于4000亿欧元 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则反对将援助于法治挂钩 认为这是趁机塞入不相关议题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 在这里人们情绪爆发 甚至有人出言辱骂 其中大多则骂声是针对荷兰领导人吕特的 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索夫指责吕特 行事风格就像欧洲警察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则说 这是荷兰人的错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喜欢我们 不满的还有反国总统马克龙 据报道 19号早晨 马克龙曾一度用拳头砸桌子 并指责节俭四国 还威胁要退出谈判 由于分歧巨大 欧盟峰会两度延期 经过四天激烈谈判后 当地时间21号清晨 欧盟各国就总额1.82万亿欧元规模的预算 和恢复基金达成协议 根据协议 这1.82万亿欧元中的7500亿欧元 将作为欧盟经济的恢复基金 其中3900亿欧元作为无偿拨款 令3600亿欧元则为有偿贷款 以资助成员国意后重建 该方案与欧盟委员会此前的提议相比 将无偿拨款部分从5000亿欧元削减至3900亿欧元 欧洲一论普遍认为 这份协议是欧盟成员国连日来相互让步和妥协的成果 不过各方达成共识仅是第一步 接下来欧盟能否有效地应对严峻的经济挑战尚有待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